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随着全球人工智慧AI、高效能运算HPC需求爆发时提升, 加上智慧型手机、个人电脑、PC、伺服器、汽车等市场需求回稳, 半导体产业预期将迎来新一轮成长浪潮。 IDC资深研究经理曾冠伟表示,半导体产品涵盖逻辑晶片、类比晶片、微组件与记忆体晶片等, 记忆体晶片原厂严控供给产出推升价格,加上AI整合到所有应用的需求之下, 将驱动2024年整体半导体销售市场复苏。 半导体供应链包括设计、制造、封测等产业也即将挥别低迷的2023年。 IDC预测2024年半导体市场将具备下列八大趋势,包括2024年半导体销售市场将复苏, 年增长率达20%,受终端需求疲弱影响,供应链去库存进程持续, 虽2023下半年已见到零星短单与集单,但仍难以逆转上半年年减20%的表现, 预期2023年半导体销售市场将年减12%。 2024年,在记忆体市场历经近四成的市场衰退之后,减产效应发酵推升产品价格, 加上高价HBM渗透率提高,预期将成为市场成长助力。 伴随着终端需求逐步回温,AI晶片供不应求, IDC预计2024年半导体销售市场将重回增长趋势,年增长率将达20%, ADAS先进驾驶辅助系统,Infotainment车用信息娱乐系统,驱动车用半导体市场发展。 虽然整车市场成长有限,但汽车智慧化与电动化趋势明确,为未来半导体市场重要趋势。 其中,ADAS在汽车半导体中占比最高,预计至2027年,ADAS年复合增长率将达19.8%, 占该年度车用,半导体市场达30%。 Infotainment在汽车半导体之中占比次之,在汽车智慧化与联网化驱动下, 2027年年复合增长率达14.6%,占比将达20%。 总体来说,越来越多的汽车电子将依赖晶片,对半导体的需求长期而稳健。 半导体AI应用从数据中心扩散到个人装置, AI在数据中心对运算力和数据处理的高要求以及支持复杂机器学习算法和大数据分析需求下大放异彩。 随着半导体技术的进步,预计2024开始将有越来越多的AI功能被整合到个人设备中。 AI智慧型手机、AIPC、AI穿戴装置将逐步开展市场。 预期个人装置在AI导入后将有更多创新的应用, 对半导体需求的增加将有正面刺激力道。 IC设计库存,区画逐渐告终。 预期2024年,亚太市场将增长14%。 亚太IC设计业者的产品广泛多样,应用范畴遍遍布全球。 虽然因为库存区画进程漫长,于2023年营运表现较为清淡, 但个业者在多重压力的影响下仍显任性,积极探索创新和突破的途径。 在智慧型手机应用持续深耕之外,纷纷切入AI与汽车应用, 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在全球个人设备市场逐步复苏下将有新的增长机会。 预计2024年,整体市场年增长将达14%。 晶圆代工先进制程需求飞速提升,晶圆代工产业受到市场库存调整影响。 2023年产能利用率大幅下滑,尤其28奈米以上的成熟制程需求下滑较重。 不过,受部分消费电子需求回温与AI爆发需求提振, 12英寸晶圆厂已于2023下半年缓步复苏,尤其已先进制程的复苏最为明显。 展望2024年,在台积电的领军、三星及英特尔部力发展及终端需求逐步回稳下,市场将持续推升。 预计2024年,全球半导体晶圆代工产业将成双位数增长。 中国产能扩张,成熟制程价格竞争加剧,中国在美国尽力影响下积极扩增产能,为了维持其产能利用率,从业者持续寄出优惠代工价,预计此将对其他晶圆代工厂商带来压力。 另外,2023下半年至2024上半年,工控于车用晶片库存短期有去化要求,而该领域晶片以成熟制程生产为大宗,均是不利于成熟制程晶圆代工厂重涨溢价权的因素。 不过,2.5D与3D封装市场爆发时成长。 2023年至2028年,CAGR将达22%,半导体晶片功能与效能要求不断提高,先进封装技术日益重要,通过先进封装与先进制程相辅相成,此将继续推进摩尔定律、摩斯洛的边界,让半导体产业产生质的提升。 而这正促使相关市场快速成长。 预计2.5D封装市场2023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CAGR将达22%,是半导体封装测试市场中未来需高度关注的领域。 CoreOS供应链产能扩张双倍,促动AI晶片供给畅旺,AI浪潮带动伺服器需求飙升。 此背后皆依赖台积电先进封装技术,CoreOS。 目前,CoreOS供需缺口仍有20%,除了辉达外,国际IC设计大厂也正持续增加订单。 预计这2024下半年,CoreOS产能将增加130%,加上有更多厂商积极切入CoreOS供应链,预计都将使得2024年AI晶片供给更加畅旺,对AI晶片发展将是重要成长助力。 不过,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Pat Gelsinger在麻省理工学院M8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 回答在人工智慧AI领域的成功,纯属偶然,回答执行长黄仁勋,非常幸运。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Diana Ross提问英特尔在AI硬体的开发方面正在做什么? 您如何看待它作为一个有竞争力的领域? 10. 基辛格首先谈到了英特尔的错误。 基辛格称,13年前,当他被赶出英特尔时,他们扼杀了Larabi这个将改变人工智慧形态的项目。 与此同时,黄仁勋被描述为一个勤奋的人,他专注于追求图形晶片的进步, 但当AI加速开始成为一项备受追捧的运算功能时,他很幸运。 而基辛格还表示,回答的主导地位,部分来自于英特尔,在该领域15年,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但基辛格同时还表示,不过不用担心,他回来了。 他有热情,英特尔也将涉足AI领域。 基辛格发表该言论后,回答应用深度学习研究副总裁Brian Catanzaro在社交媒体X驳斥的基辛格有关回答仅靠运气的说法。 相反,他坚持认为,他来自愿景和执行力。 而这是英特尔所缺乏的。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一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